在喀什,美食多以肉类为主,抓饭,烤肉,大盘鸡,等等这些日常饮食,很受食客们的青睐 新疆喀什市的努尔比亚裕塑福,在这座美食之城,开了一家以素食为主的青食餐厅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订单越来越多,从起初的担心无人光顾,到现在,他已经准备开分店了 记者走进这家装修现代,布置温馨的青食餐厅,开放式厨房,舒缓的音乐,新鲜的插花,店里的每一处无不彰显主人的用心 早上十点,诺尔比亚裕塑福在店里正在和三个伙计一起将送来的新鲜蔬菜、水果和肉类等进行加工 现在他和伙计们正在为今天的第一批近百份青食餐快递订单忙碌着 12点左右,当地外卖小哥,麦麦提、纳泽尔、阿卜都热西提和他的同事们陆续到店 他们将把精心准备的青食餐在午饭前送到食客手中 现在送饭30个、50个,点些有了有了,好吃 中午2点左右,青食餐厅迎来了第一批顾客 点餐、制作、出餐,不一会儿,一份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少糖、少盐、且富含蔬菜高纤维的青食餐 便呈现在顾客眼前 餐盒里有约100克黑米、红米和大米做成的三色米饭 鸡胸肉150克、卷心菜、黄瓜、煎熟的蘑菇片等300克 还要配半个煮鸡蛋、橘子黄桃各一半等 对于老顾客,顾在努亚生来说,不用老板介绍 他便熟练地点了瘦身餐 他表示已经在这家店坚持吃了两周 这款瘦身餐味道清淡,饱腹感强 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口味重 包括我父母,我们一般吃的是那种拉面、抓肺 油腻的东西特别的多 然后我爸妈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 然后我自己作为一个护士 我就吸取教训吧 然后平时加一些这种禽食 不管是减肥、预防疾病 轻食餐厅老板努尔比亚玉塑夫告诉记者 这几年因为身体越来越胖 去医院检查出了脂肪肝 他还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有肥胖的苦恼 2020年,他果断前往杭州学习系统的轻食制作和菜谱搭配 通过学习轻食餐 他发现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按下决心一定要让健康饮食的概念 在自己的家乡喀什生根发芽 2021年4月底 努尔比亚的轻食餐厅正式开业 一个月前我就把这个家开起来了 反正开起来以后 我想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还要好 别人接受也特别好 跟我想的这样就在家里面搭配不了 然后在一个工作 工作就是特别忙忙的事 他们要想吃这个轻食的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机会自己去做嘛 然后我就开了下店 我觉得我特别荣幸 特别高兴 轻食餐不但受到当地市民的青睐 云南游客吕志芬 得知喀什也有轻食餐厅 今天他和朋友们一起来自品尝 我是来喀什旅游的嘛 然后这些天也是尝遍了喀什的各种美食 就是烤肉呀 米粉呀 还有面粹子之类的 然后无意间看到这家轻食 然后觉得挺新奇的想过来尝一下 吃完以后感觉也整个人就是挺清爽的 吃完以后感觉又健康又营养 作为游客来说来到喀什这个地方 既能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然后又能吃到这个新鲜健康的一个减脂餐 对于游客来说嘛 我们选择面更多了 饮食文化也更加丰富多彩了 顾客的好评就是努尔比亚最大的动力 现在已经接到很多团体订单 努尔比亚打算再开两家分店 记者通过喀什当地外卖平台了解到 目前喀什的轻食餐馆并不多 但生意都很火爆 人们饮食观念逐渐改变 健康饮食的新理念在南疆渐扎根 吃出健康吃出美丽身材 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